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243集 一个人怎么变成一张饼呢 浦江市郊区有一条偏僻的公路 路面坑坑洼洼 施工部门在夜间修复了这条道路 给每一个坑坝补了沥青混凝土 然后铺盖草毡子进行养护 第二天清晨 有一个司机发现其中一个草毡子是红色的 他就停下车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草毡子 却赫然发现沥青路面上 躺着一具尸体已经被过往的车辆给碾压扁了 就像是一张大饼 经过现场勘验 浦江市赤北区警方认定这不是交通事故 而是一个抛尸现场 有人在夜间把尸体抛在公路上 又把草毡子给盖在尸体上 这段路常有大型卡车通行 经过一夜的碾压 车轮像是擀面杖一样 把尸体压成了柄状 几个刑侦人员用小铲子把柄状尸体从厘青路面分离开来 这张大饼的颜色令人触目惊心 黑色的头发 红色的血迹 灰白色的脑浆 黄色的脂肪 有些骨骼已经成粉末状 有些牵硬的骨骼还算是完好 一堆肠子被挤出去很远 碾压得薄如蝉翼 法医用钳子剥开碎了的头盖骨 软塌塌的头皮还连着头发 她翻找着 说大家找找眼睛 一个叫做阿紫的小女警四处张望 忽然她后退两步 发现了什么 有一个眼珠子就在她的脚下 已经被碾压扁了 像是一个圆形的黑白分明的大硬币 阿紫捂着嘴巴 来到了草丛边 呕吐了起来 法医遗憾地表示 另一个眼球没找到 可能是被哪辆车子的轱辱 沾走了 尽管尸体遭到严重破坏 法医鉴定部门 还是通过技术手段得出了精确的尸检结果 死者是一个男孩 十二岁 生前遭到疑似铁锤的钝气重创 致命伤在太阳穴附近 凶手在夜间将裸尸 抛弃于公路上 用草毡子遮盖 该路段没有监控探头 几个路灯也坏掉了 赤北区公安分局组织警力 对案发当晚的公路施工方进行了调查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在距离抛尸现场的不远处 找到了受害者的衣服和书包 书包里边有红领巾和课本 课本上写着班级名字 警方很快就搞清楚了死者的身份 这名十二岁的男孩叫王家 是一名小学生 在赤北区实验小学上六年期 一个星期以前 王家放学以后失踪 当天晚上 王家的父母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勒索赎金五十万元人民币 王家父母心急如焚 悄悄报案 赤北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然而警方进入此案以后 绑匪再也没有打来勒索电话 直到孩子的尸体在公路上被发现 特案组的办公室里 白景玉正在召开一个总结会议 画龙昏昏欲睡 苏梅的电话忽然响了 苏梅去会议室外接完电话以后 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包展问道 小梅姐 谁来的电话呀 我妈打来的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老大 我想走个后门 我妈说 邻居家一个漂亮小姑娘 被人给绑架了 咱们特案组能不能去帮忙啊 那个女孩叫小西 很漂亮 很可爱的 才十三岁 她喊我小姑 你要是不批准 我就请假 不行 我们特案组 只是接受特大凶杀案 绑架案 还是交给当地警方吧 老大 你这是铁石经常 我妈都找我求情了 那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小梅 我也请假 我陪你一起去 话龙说道 白景玉说道 不准 都没有死人 我们特案组 不管这种小案子 这不符合程序 梁教授说道 大多数绑架案的特点 就是绑匪拿到赎金以后 会杀死被绑架人 包展联系了 当地警方 了解到浦江市赤北区 已经接连发生了两起案件 第一起绑架案 绑匪杀害了一名 叫做王家的男孩 两起案子手法相同 很可能是 同一犯罪分子所为 当地警方 已经决定并案侦查 他们对特案组的协助 表示出了 求之不得的欢迎态度 包展说道 现在符合程序了吧 白景玉说道 好吧 你们还等什么 立即出发 老大 你真英明 手拍马批 你们必须成功解救出 被绑架的孩子 还有 替我向你妈妈问个好 苏梅平时忙于工作 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她给妈妈买了很多东西 梁教授 画龙和包展三人 也准备了礼物 苏梅的爸爸 是个外交官 常年在国外 家里只有妈妈和一个小保姆 寒暗闻过后 小保姆去买菜 准备午饭 梁教授在电话里 向赤北区公安局的叶局长 了解案情 画龙和包展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时无话 有些拘谨 苏梅的妈妈 把苏梅拉到一边 神神秘秘地问道 这两个 哪个是你男朋友啊 妈 你说什么呢呀 妹妹呀 你上次可是说 下次回家的时候 就把男朋友带家来给我看看 呀 他们都是同事 梁教授呢 送的是一个精美相册 里边是苏梅加入 特案组之后的各种照片 画龙特意买了一对 玉镯子作为礼物 而包展送给苏梅妈妈的是 一些补品 苏梅妈妈叙叙叨叨地说道 哎呀 这对玉镯挺值钱的呀 妹妹呀 你要找老公 就得找一个肯为你花钱的 这才是真正对你好呢 年纪大点的男人 知道疼人 就得找一个呀 能管得住你的 不过我听你说 这个画龙离过一次婚 孩子归前妻 他脾气也不好 结婚以后啊 说不定会打你呢 他敢 妈 我们是来办案的 你在这个结婚眼上挑女婿呢 苏梅妈妈指着包展 这孩子呀 有心 就是人长得不帅 这些补品虽然不值钱 但是都是我需要的 估计是你平时说起 我有高血压 气管炎 这孩子啊 就都记在心里了 妈 那您觉得 我应该选哪一个呀 两个你都喜欢 都不喜欢 可倒也他们俩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那你就是都喜欢咯 如果喜欢两个人 那就选择第二个 因为呀 你真正喜欢第一个的话 就不会喜欢上第二个了 妈 你也太新奇了吧 我还能嫁不出去啊 你这样啊 我让小阿姨 收拾出几间客房来 让他们都住咱们家 我呀 得好好地观察观察 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 苏梅的家 和被绑架的小西家 是邻居 两家都住在六楼 阳台和阁楼 都是紧挨着的 叶局长按照梁教授的要求 换上便装 来到了苏梅家 小保姆买菜回来 包展主动帮忙做饭 案情虽然紧急 但是绑匪没有再次打来电话 警方除了等待 并无良策 画龙走进苏梅的卧室 拿起一个轻松熊 苏梅就尖叫一声 别碰我的大果子 画龙放下 又拿起书架上的 毛茸茸的玩具狗 苏梅再一次怪叫 说那是糖怪 苏梅小时候的玩具 一直还保存着 她给自己的每个玩具 都起了名字 那只狗就叫糖怪 那只青松熊叫大果子 苏梅手忙脚乱地 把玩具 影集 日记本等东西 都藏了起来 抽屉也都上了锁 画龙说道 怎么跟防贼似的呀 我会偷你东西吗 不许看 不许动 少女隐私你懂吗 画龙把苏梅 推到墙角 两只手按着墙壁 不让她跑掉 说道 信不信 我在你家揍你 讨厌 我妈可盯着呢 你交别去好一点 饭菜上桌 非常的丰富 黄门鸡 炖猪蜘 红烧桂鱼 青炒虾仁 青川丸子 茶花山药 松仁掘菜 三鲜杂菌 八个菜 香味浓郁 令人胃口打开 大家围坐在一起 赞不绝口 苏梅 苏梅妈妈问包展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呀 啊 是的 伯母 我以前在饭店做过学徒 也只会做一些家常菜 苏梅的妈妈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苏梅一眼 叶局长简单讲述案情 两起绑架案 都是发生在下午五点 正值学生放学 没有目击者 王家被绑架当晚 家属接到绑匪的电话 要求准备五十万的赎金 奇怪的是 此后再也没有联系到王家的家人 而是将其杀害 抛尸 第二个受害人 叫小西 目前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绑匪要求小西的家人 在三天之内准备好五十万元 到目前为止 绑匪还没有再来电话 包展问道 绑匪使用的电话号码查了吗 叶局长说道 打电话的呢 是一个男的 声音比较年轻 用的是那种 没有身份登记的电话卡 也没有别的通话记录 可能是在小撮四买的 绑匪在哪里打的勒索电话 经过寄宿定位 就是在受害者家附近打的电话 你们的工作做得有疏漏之处 绑匪很可能暗中观察 了解到了受害者家属已经报警 便杀人抛尸 果断放弃 再次绑架一个孩子 这次啊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打草惊蛇呀 是是是 这次呢 我们听从特案组的调遣 画龙对叶局长说道 你们干什么吃了呀 死了一个孩子 现在又绑架一个 一群废物 绑掉你们家孩子 你肯定没什么坦然 你们呢 就盼着我们特案组来帮你们 是不是 要不是伯母求情 我跟你说 我们还不来呢 你是局长啊 也别干了 很显然 这段话 让苏梅的妈妈大有好感 她呢 用那种赞许的目光 看着画龙 用饭完毕 苏梅帮忙收拾碗筷 苏梅妈妈对苏梅福尔说道 闺女呀 我想好了 这俩同事都不错 他们谁先抓住坏蛋 谁把小西丫头救出来 你呀 就嫁给谁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